柏陽現在這個韓國瑜的陣營再度提出抗告 是 現在韓國瑜就是說在5月11號當天 當天其實是江啟成主席 然後南下到了高雄 那拍攝一個挺韓的網路節目 結果我們沒有想到說 帶他開開心心的吃東西 然後快快樂樂的講出一些很高尚的話 說尊重市民的這個罷免的權益的同時 韓國瑜還有這個江啟成 他們竟然派出了這個國民黨考紀會的主委 葉慶元到法院來做出提告 第三次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所以其實不只是罷免團體 包含很多的市民 我們已經看不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你前兩次的抗告完全沒有道理 選罷法就沒有規定說 不可以在一年之前開始宣傳 可是你針對這一點 一次兩次一而再再而三的 然後提出這樣子一個抗告 今天王譴秋懷出來說 這是為了留下一個歷史的紀錄 如果說韓正營真的想要留下紀錄的話 我想6月6號韓國瑜市長被罷免這件事情 絕對會留下歷史的紀錄 但不會是像你們這樣子濫用司法的資源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抗告 那這邊我也認為說江啟成 真的是百分之百的一個雙面人 你檯面上說得非常的好聽說 尊重市民的罷免權 但私底下如果沒有你的指令 葉慶元會去提告嗎 如果沒有你的指令 李乾隆會跑來找這個韓國瑜 然後認為說要跟罷免團體來做這個道歉 對高雄市民來做道歉 所以我們其實這樣子觀察 認為說韓正營 其實他前後使用了兩種不同的手法 來降低我們的投票率 這一次罷免其實最主要的就是投票率 雖然說民調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漂亮 可是根據我們過去 不管是郭國文的補選 還是陳士凱跟顏寬恆的補選來說 光是綠營非國民黨這邊陣營的得票率 都沒有超過25%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民調好像不錯 但是其實我們都還是相當的感到憂心 就是說真的要票票入櫃 那才是真的算是罷韓能夠贏 因為我們現在光是同意票 就要單獨超過25% 那當時根據之前選舉 這樣單一選區一對一的對決經驗來看的話 是相對比較困難的 那所以韓正營之前使出了一個手法 那個手法就是說把這個罷韓活動抹成藍綠 對決他認為如果是基本盤 藍的基本盤跟綠的基本盤來對決的話 中間的選民就會厭惡 因為中間選民是對於所謂的藍綠對決 相對比較沒有比較冷感的 他們就不會出來投票 但是這樣子的頭髮 在韓國瑜的這個蠻行無能之下 已經明顯的失敗了 因為他拆看板 因為他這個不公正的選擇性的執法 導致非常多的中間選民都看不下去 所以要出來投票 那所以現在藍營就想出了另外一招 叫做這樣子 李乾隆就跑去找韓國瑜 就跟他說如果你選在520道歉 在這個時候道歉的話 有可能中間選民就會認為說要原諒你 想說你都道歉了 因為其實很多的人對韓國瑜最在乎的 就是說他從1月11敗選到現在 他沒有一句道歉 他唯一的一句道歉就是說 不好意思市民 我這一年多都在選舉 沒有好好的去陪你們 但其實是對市民來講最在意的 不是你有沒有陪我們 其實市民也不需要你陪 市民在意的是你為什麼拋下我們 你為什麼背信忘義 你為什麼要親中背後 還有紅色勢力 你中國的國台辦來幫你助選 因為台灣過去的選舉制度是這樣 就是說過去我們在經過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那到了可以投票的這個進度的時候 其實民眾對於民主的這個認知 並沒有像西方國家一般的這樣子 對於民主的投票的制度 這麼的認識清楚 那加上當時中國國民黨在基層 有很多的民眾服務社 所以導致了我們台灣的基層的民眾 其實對於投票 他沒有辦法完全的依照理性 他可能會有人情的包袱 有這個政治上的依賴 或者是看你就是 他會依據這個喜好度來做這個投票的區隔 所以當這麼多的人 在2018年的1124 投影韓國瑜的時候 他並不完全是因為理性的 這個科學的分析 他可能是對你有依賴 對你有期望 對你有喜歡 結果這樣子的一個依賴度 後來被韓國瑜一巴掌甩了 說不好意思 我要選總統 之後呢 其實非常多的選民 在這一年當中心情是沒有辦法平復的 所以我們還是看到說罷免投票 為什麼從去年六月份發起到今年六月 將近一年 其實台灣史上沒有過這麼長的campaign 到一年的接近年尾了 還是這麼高的一個熱度 包括我們現在去發這個所謂的罷寒的黃絲帶 發貼紙 我們520的時候要在北車發貼紙 那個熱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個地點是北車 北車的東二門 對台北車站 那號召北漂的這個年輕人回家鄉投票啊 對限量6666條 就是號召北漂的年輕人 因為當時就是說 當時韓國瑜給他們的承諾 就是讓你回家嘛 那後來他們真的就是沒有辦法回家 韓國瑜其實也並沒有把他的心思 花在這件事情上 反而是自己先北漂選總統 所以這一次我認為說很多人都是 他的那個不管是心情上 當然我們罷免團體提出了很多的理由 比方說你親中啊 比方說你背心忘意啊 比方說你拋下市政 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是最近一直到了李萊西的事件之後 我們還有最後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跟所有的 不管是高雄市民 還是外縣市的朋友 我認為說這一年當中 為什麼熱度這麼高 是因為大家都受夠了 是因為這一年當中 我們堅信的價值 被韓國瑜給破壞 是因為這一年當中 我們所在乎的人 被韓粉給霸凌 不管是這個王文育委員 還是我們的領先榮 陳冠榮醫師 領先榮陳冠榮醫師 他的爸爸是在氣爆當中 上升的國民黨的里長 連這樣子的背景 連這樣子的一個身份 都會被韓粉 在這一年當中 不斷的把陳冠榮的爸爸 拿出來攻堅 批評說他參與這些東西 都是為了要幫綠營 為了幫陳舉 為了幫誰誰誰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霸凌 對高雄市民來講 真的是受夠了 所以在6月6號這一天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 會願意走進投開票所 為什麼霸函的熱度居高不下 是因為我認為 除了剛剛前面講到 很多的市政理由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因為高雄市民 要在這一天討一個公道 這樣子的一個公道 不是說我們討厭韓國瑜 被破壞之後高雄市民認為 這樣子的一個 不管是正義的紅線 還是我們對於喜愛的人 心愛的人 我們想要守護他的心情 會在這一天化成選票 然後很用力的把他投下去 所以我這邊還是要呼籲 就是說最近當然也有在吵 這個之後市長補選的事情 包含國民黨自己 那這個就很有趣 現在就是說國民黨的人 你要派新的人出來選市長 現在看起來 因為朱立倫 這些外縣市的人 都沒有把戶籍牽進來 所以有可能會是 在地的國民黨 自己的人 要出來選市長 好你有兩條路 第一條你要延續韓國瑜的路線 還是你要走一個背棄韓國瑜的路線 如果你延續韓國瑜的路線 其實就是終結國民黨 在高雄的政治生命 可是如果你要走一個背棄 韓國瑜的路線的話 那請問一下 中國國民黨 為什麼之前要這麼堅定的 堅守韓國瑜路線 那是不是代表 你是一個毫無理念 只是為了要親中 只是為了要選票 只是為了要騙票 的一個政黨 這個是接下來 國民黨要去思考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 接下來韓國瑜 被拉下來之後 高雄也即將進入一個 重新重整 重新思考說這個城市的轉型 需要什麼 人民需要什麼的階段 所以罷韓投票 或罷韓運動 不再只是一個 我們討厭一個政治人物 要把他拉下來的運動 他反而是一個高雄 重新去思考我們的歷史定位 那包含今天我們來賓現場 都有講到說 美中貿易戰 到後武漢肺炎時期 這樣子一個全球產業鏈 或經濟鏈 甚至政治上的布局 其實高雄也是一樣 當初為什麼我們這麼害怕 我們這麼的不希望韓國瑜 當選也是因為當時是 美中貿易戰最白熱化的時期 如果韓國瑜當時當選了 高雄很可能就會成為這當中 在全球的戰略布局之下 就是第一島鏈 高雄會成為第一島鏈的 第一個最大的破口 所以我們非常害怕 韓國瑜的當選 那事後也證明了 還好小英如果有 還好小英有當選 那我們事後也證明了說 韓國瑜他雖然沒有選上總統 他光是當一個高雄市長 他就可以在防疫上 在紓困上 在非常多的地方 扯中央政府的後腿 那這樣子的一個市長 我們高雄市民 作為過去工業化時期 台灣工業的火車頭 作為美麗島時期民主化的火車頭 當然也會作為現在罷韓時期 全台灣來抵制這樣子一個 親中這樣子一個 無能的政客的一個火車頭 好那博洋我請教你 這兩天郭冠英跟這個 李萊西的失言 會不會吹出罷韓的反彈票 老師我想我們並不會用 這個反彈票這件事情 來思考郭冠英跟這個 李萊西的事件 當然很多人都認為說 他們的失言 對罷韓整體的氣勢 跟我們的票源是有相關的 但是我覺得 雖然我作為罷韓團體的人 我會認為說票當然越高越好 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人受傷 我不希望這個票是來自於 王婉鈺委員他的受傷 我不希望這個票是來自於 陳冠榮先生 他的這個人格被抹殺 我也不希望這個票 是有任何一個支持罷韓的人 他們受傷 我寧願這個票不要 我都不希望有任何的韓粉 再去霸凌更多的這個市民 那今天郭冠英 或者是李萊西 或者是傅昆奇 我覺得韓國瑜 自己應該要檢討的是說 為什麼這些人 朝古抓去關的 做這種歧視言論的 這些人 還有這個攤著18%不放的 這些人為什麼全部都跟你站在一起 今天大家會覺得說 韓國瑜馬上出來發聲明切割 好像說這件事情跟他沒有關係 可是過去這一年當中 哪一件韓粉 哪一個韓粉霸凌的事情 是你指使的 可能都不是啊 可是為什麼這些人 都會跟你站在同一邊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今天打倒你 不是打倒你個人 而是你打倒你背後 所代表的那些錯誤的價值 今天霸函 就是為了要拉起 重新拉起這條60分的紅線 告訴很多的人 告訴很多的政治人物 這件事情這些話都是不能夠說的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去那邊